各位傳媒朋友 就如講出澳大橋香港接線的工程 我也想在這裏寫這個機會講清楚 我們認為廣州有大橋香港接線工程 工程的質量是沒有問題的 為何我會這樣講呢 因為整個工程委託了澳阿雅立顧問工程 去進行工程監督的工作 路政署在過程裏面 其實一直都有緊密地監察澳阿雅立工程顧問監督工程的工作 這個是通過他會定期去交一些整個工程 進行當時的情況交一些報告給我們 我們亦都會定期去和他會面去商討 在這個工程裏面的報告內容 所以我們一直都有對於這個工程的過程 有一個很清楚的認知 以及亦都知道那個工程的質量 的情況是怎樣的 再加上我們路政署的同事 亦都很緊密地經常到工地去監察實際上工地的工程 那個監察的情況亦都看到澳阿雅立公司 它是有派出一個駐工地的工程人員 去進行實地的工程監督工作 所以這個監察令到我們有信心 就是澳阿雅立也有履行它作為一個監察工程的顧問的工作 現在講到的是關於一些文件上 一些記錄的不足之處 或者是延遲提交關於這個RISC這個表格 其實那個情況我們都認為是不理想的 不過澳阿雅立公司亦都有確認 雖然是沒有交這個表格 主要是因為承建商沒有提交 當工程是認為每一個工序完成之後 不過他們仍然都是有在現場進行監督的工作 只是一個文件上延遲提交到 但是那個監察的工作仍然是有進行到的 其實整個監察制度除了是靠一張的這個表格之外 也都有其他的佐證去作為一個紀錄 例如是一些照片 一些測試的紀錄 以及一些工地上面有一些入記 這個都可以令我幫助到工程的進行 剛才說的那個民意的缺失 我們亦都會委託了一個顧問 就是獨立顧問這個運機公司去幫我們 看看究竟澳阿雅立是否真的 當時有做到這個工程的監督工作 那麼這個獨立審計 亦都是在去年這個香港接線開通之前 就已經完成到 而那個結果亦都是由獨立顧問去確認 根據在工地上面找尋到的其他紀錄 包括一些照片 而那些照片亦都在每一張照片上面 都可以確認到究竟工程的位置 以及它那個當時的工地的情況 去確立那個顧問公司 當時是否有這個案的要求去監察那個工程 因而可以確保到那個工程 是真的按照這個工程合約的要求去進行 所以就著以上那麼多的資料 都令到我們可以確訊 就是這個廣州澳大橋香港接線工程 是按這個要求去完成 亦都是質量上是沒有問題的 2016年盧政署已經收到通知 2016年已經收到的通知 但是兩年之後 盧政署才真的跟進 其實盧政署是否有些固執呢 是否執法不明呢 然後第二個問題 另外我想問問就是 有沒有了解過 既然澳阿納那邊是有影相 有記錄 有監工 有人記 但是為什麼偏偏就是沒有交那些RIS 就是有沒有了解過當中的原因是什麼 我剛才說的第一個要開始做這個RIC form 整個流程是由這個承建商要提交一個這樣的表格 去要求澳阿納去進行監督 所以如果那個承建商 因為當時是沒有按時提交 所以澳阿納就不可以進行下一步去完成這個RIC form這個流程 但是剛才我都說過 雖然是沒有這樣的紀錄 但是澳阿納已經確定了它是有去進行到那個工程的監督 而我們請了一個運機作為一個獨立的審查公司 它亦都是確訊 確認到是從一些其他相片的紀錄 確認到是它真的有去現場去進行監督 那充建香港為什麼沒有交通 還有是不是魯政署監管不力兩年來都之後才去進行 當時在2016年我們收到一個信件 就是由澳阿納發信去中國建築 其實就是正正去追修這個 追促這個中國建築去交一些這樣的表格 那個信件是有抄送給我們的 所以其實當時我們同時我們相信它是因為看到這個情況 就知道已經是澳阿納進行這個追討 所以我們都留待澳阿納繼續進行這個工作 因為當時就不是說沒有人去看這個工程 而是它亦都知道是有需要去這個中國建築去提交的 所以它都會去跟這個中國建築去跟進 所以我們認為當時我們認為 就是應該當時這些同事是知道有這個跟進的行動已經進行 所以由這個顧問公司是繼續進行這個工作 我們同事知道了這個情況 其實那個工作因為在現場 容許這個承建商是否繼續進行 就應該是由這個駐工地工程人員去確定 他認為那個工作是否承建商已經完成到可以進行下一個階段 去進行下一個工序的 那這個情況是應該由這個駐工地工程人員去確定的 那當然最理想的情況我們都認為是應該有一個這個 這個RIC的表格去完成了就可以作為一個紀錄是最好的 所以這個情況我們認為都是不理想的 故此我們認為這個承建商和奧阿納也都是在這方面的表現是不理想的 我們在這兩個方面都在他們的貴度報告裡面都反映到他們的表現出來 7月就已經知道局方已經知道這件事 為甚麼會選擇現在才來這裡公佈呢 是否就是傳媒不揭發這件事 局方就不需要交代呢 還有就是現在看到這個沙中線工程 大橋都有一些這樣的應該要交的表格 不見了或者是補交 那這個制度是不是崩壞呢 還有你們剛才說的會點討 將來會否考慮就是如果承建商持交 就會是一個刑事的責任呢 首先我們要分清楚沙中線和廣州大橋 香港連接段的分別 第一件事我們在說沙中線的情況 就是相關的項目管理人和他的顧問 以至他的承辦商都未能夠提供 不單是這個我們叫做檢查及測量申請表格之外 是連其他施工的程序啊圖則啊 甚至相關的紀錄都沒有 那麼這個是一個是有可能 涉及這個是結構甚至公共安全的 那麼這些我們是會盡快向大家 是做一個公告 因為這個是涉及是一個大家都關注的地方 就住這個是廣州大橋 香港連接段這裏 我們在去年的7月知道之後 亦都是請我們路政署的同事 是盡快去做一個初步的理解 那麼我們得出的資訊就是說 沒錯它是在這個RISC form裏面有所是延誤的 但是在他們日常那個監管 這個是奧瓦納顧米工程公司 日常去他們作出那個工程的進度匯報 以至質量的報道 他們是可以確認那個施工的質素是不受影響的 唯一就是說這個RISC form 在我們那個項目管理的過程裡面 是需要先完成再進行下一步的工作 我剛才都說得很清楚了 這個是並不理想的 而且我們都會就著最近發生的工程事件 進行一個檢討 在檢討的過程裡面 我們是保持一個開放和嚴肅的態度 任何我們發覺是可以改善的 甚至不足的地方 我們都會去跟進的 在檢討的情況下 我會說是很早 我會說是很早 要有什麼錯誤的事件 當然是有很自然的想法 但我認為我們必須要考慮 事件 以及證據 以及證據 如果有任何錯誤 我們會探索 我們會說會有其他地方 如果有任何問題 未來的公司 有任何任何理由 公司管理責任的公司 正如指揮 正如指揮 或團隊 上任何項目 在追蹤這類項目 如果他們會更感激 去的報告 從檢討工程師 這個事件 可能會更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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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